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如果您要加入教材的话怎么办 那在OneNote里面呢 您进来之后 上面第一个是最新消息 那旁边这个任务就是我们讲的教材 他把每一次上课称作一个任务 称作一个任务 好 现在通通都没有按新增任务 OK 那比如说我们 如果您的课程是属于像 我在学校里面 如果是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常态性的 我的任务的 分配方式比较不会像我们现在这种方法 就是说 延期的这种短时间的 我会用这样就一次就看清楚 但是如果是学校的 常态的 18周的 我可能会像这种方式 第一堂 第二堂 有没有 第三堂 因为你这样整理好的 学生要回来看 你曾经上过的课 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第一堂教什么 像这个第二堂是下礼拜要上的 哪些内容 我就已经都整理好了 包括这个 办例在哪里 那有相关的 有没有 以前的上课录影片啊 这些我都把它整理好 所以他就可以比较方便看 比较方便看 那么了解这样概念之后 我们回来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堂 好的 那你要不要开放由老师决定 因为有些 像您刚刚看到我的 我也不是每个都马上开放 因为这样把同学吓死了 说老师 你怎么一进来全部都有了 我就慢慢的 一层一层慢慢拨就好了 他就会觉得 哦 你看 有没有发现我后面有一些是关闭的 所以同学的帐号进来 他就看到已经开放了 当然比如说老师 你把架构弄好 我内容还没整理好 我也可以先不要开放 好 那这个我先开放 任务分类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分类就不管他 有没有 这里要建立单元 跟 选取和搜寻 搜寻指的是什么 就是 我们在发现这边不是很多 免费的吗 就应该说开放的 大家已经开放出来的 你透过搜寻可以去找人家已经有的教材 别人的教材 也是你的教材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引用进来 比如说 好的 假设我透过这个 像我知道 我们刚有一个IP EVO 你应该知道 我们刚刚那个 我知道关键字了 好 点一下 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一篇 好 加入我的教材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情形 一个叫复制 一个叫引用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复制指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教材 您刚刚有没有注意过 我们刚刚说的 你在看教材过程 有一个人 如果达到老师指定的那个阅读教材的时间 那他就会变成两个打勾 还没的话就表示在看而已 所以他是一个人 那这个就是这一种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是引用 那么 原始创作者 他 建立这个教材的时候 他说 你这个教材至少看五分钟 那你就要跟他的标准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引用 可是今天如果你觉得 我不同班程度不一样 我想要设不同的完成条件 你可以用复制的 这样就可以 你进来之后 我改变他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教材的阅读相关的那个通过条件 好 那我先用引用就好 来 你看一下 引用 有没有发现别人教材就变我的了 对不对 好 反正他都公开了嘛 公开就可以用 好 这是第一种 搜寻公开的 第二种 你们家自己做的 可是因为你们家现在 也没有订阅别人的 课程 也没有自己的课程 所以就没有 但是 我给您看一下我的好了 来这边 假设我在这一堂 我想要 选取 登登 你也没有发现我的东西好像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我想看看 这个 跟网页设计有关的 打开 我里面有好多教材 我是不是就勾一勾就好了 所以 等一下我们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 怎么样 用1note 收集教材 他的速度 可能比你想的快很多 比你想的快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先用标准方法 先用标准方法 所以 这个地方 选取就是说 你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你订阅别人的 什么叫你订阅别人的 来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在这里 发现里面 我们去看看 别人 我们刚刚那种方式是 用搜寻的 找单一教材 可是 如果你觉得说 我们看跟我们 比较有关系的 好查看全部 看有没有 跟我们比较有关系一点 好像都 都没什么关系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中文的 他是可以搜寻 可以做搜寻 用这个程式 好像太 哲学 如果你觉得这个 课程 他的一些教材不错 你就按订阅 这样这个教材 你就可以引用 就不用透过搜寻 不用透过搜寻 你看我回到刚刚这里 这边 一样进到任务 这里 编辑是这一支 有没有很大支 编辑他 好按一下 选取单元 因为我刚刚有订阅别人的课程 有没有看到人生哲学 点一下 有没有他们家的全部都可以 给你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用关键字一个一个找 好那我就啊这个好 假设这个我全要 这个我就一两个 好加入 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好 这样教材是就进来了 储存 这样就好了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两种 一种就是你直接先找 关键字找的 也是找开放的 第二种就是你去订阅别人的 或是自己的所建立的 从这边选进来 那 最后 如果 不好意思 那都没关系 你自己来这里建立也可以 等于说我临时性的 我来自己建自己的 你看他的教材类型 我们常见的 影片 网页 档案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上传档案的那一种 好那练习题 还有什么 温答题啊 投票题 涂鸦题 有没有都看到了 所以你刚刚的那些测验的事实上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那 请问 如果你要建立影片题 平常大家 老师要准备 影片给同学看你都怎么样收藏 比如说这个教材我觉得不错啊 那你最常见的方法 假设是影片的话 你可能是把这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或者是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就保存到你的秘密基地 对不对 就贴进去 我的教材清单里面有这一个 影片 然后要的时候去那打开 放进去 嘿 但是你不要忘记的 这样放进去 通常要把标题是不是要复制一下 对不对 甚至 更浪费的 画面抓一下 但是 我们这里好像不用那么麻烦 我给你看一下 我把网址先复制起来 复制完了 我应该找一个有中文的 好不好 有中文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好 用这个 OK 我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我回到这边来 好回到这边 这里是不是有网址 你就把它贴进去吧 你发现什么事情 有没有标题就出来了 有没有说明就出来了 还是你比较喜欢 手工的 因为手工的现在大家都说比较好 太自动好像不太好 可是在这边很自动 有没有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说你收集 有没有这样的比较快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讲 这还不是最快的方法 这只是叫做标准方法 有更快的 有更快的 但是 您可以发现了 我们用这种方法 是不是 OK 再来 这段影片 您不见得 诊断 都要 你看这个 哇 一个多小时 你该不会 叫同学 同学你进到这影片之后 请你快转到第50分59秒的地方 我们要讲的在那 这样就累了 所以 您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注意到 指定播放起器点 因为老师跟你讲的是在这里 你不要乱看 有没有 我也不是从头 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一段 所以当他在看的时候 会从这里开始播 当然他不会限制你说他不能往前播 可是他一进这个教材就从这个其实点开始播 播到哪里 播到指定的终点结束 他就先停 时间有空你自己再继续看下去 还是平常老师你播影片教材 你要自己 私下先 我要从第几分第几码 好 这样不是很累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 你看喔 那我就 来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有叫做 完成设定 我们刚刚不是都引用的吗 就照原始教材 这里就说 你这个影片你要看完百分之多少才算通过 当然这只是参考 好那我就按储存 我现在是36分嘛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看这个教材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也没有从36分开始看 好 播放 也没有注意到36分在这里 你应该不会要我 播完 回家吧 哈哈哈 在有了解弯道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在这种影片的教材的部分 他真的灵活度高很多 当然 如果你要出影片 等一下我们告诉你怎么出影片 所以 您稍微 感受的 这三种所谓的 建立教材的方式 有没有感觉的 那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是哪里 网页 你说网页 除了网址贴进来 还有一个 你看到这个图 有没有很熟悉 请问那是哪里 是不是云端硬碟 对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 发云端硬碟 点一点就好了 点一点就好了 所以 但是因为各位你们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他需要 取得Google的一个权限 这边是没有设定 那您必须要来这边 允许他能够存取您的Google的那个账号 云端硬碟的账号 那我从我这边给您看一下 我来这里建立 网页 如果您设定完了 打开就像这样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我 以前就传上去的 我就从这边直接搜寻 比如说 这样 有没有 这样直接找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 我现在才准备好 从这里 直接上传 就是我还没有传到云端 可是呢我就是在新增教材都顺便传上去 但是我比较不 不鼓励老师用这种方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这种方式 他所有的教材 当然都放在云端硬的根目录下 所以以后你要找好不好找 以后你的云端硬也会很乱 就跟你的随身碟 这样有讲中你的 我们随身碟其实也蛮乱的啊 因为你大部分都是扣来扣去的资料比较多嘛 所以有时候就随便放一下随便放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是比较鼓励您可以的话 先在云端硬先做好分类整理之后 我们就从这边 不管你要是用类型找 关键字找是不是都可以找得到 你看找PDF的 就只有PDF会出现 找 简报就只有简报会出现 这样就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 您在这里 可以稍微试看看 如果您设定完成之后 设定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这里 直接用 那如果您想要修改 也可以从这边 有没有一个管理云端服务 就可以从这里去 改变它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换了 好换了OK 这样我就把这个 部分给您稍微试看看喔 您 看是要用搜寻的 用选取的 选取的就是您去订阅别人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自己的 教材 或者是您就建立单元 把您的YouTube影片啊 还是这个 那个Google云端云端云端上的档案 就可以直接连结进来 在这里 你开始下转下转了 你开始下转下转下转发